哈喽,大家好, 这个星期跟大家分享的新闻 跟钱很有关係的, 如果香港的朋友在深圳有房地产, 就更加要注意这个新闻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 深圳最近官场大地震, 这个不是一般的地震, 是互相牵动的板块那种震动, 包括了现在是由市长陈如贵辞职, 接着涉及到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曼国盈又辞职, 接着由广西调人空降到深圳, 大大话话现在公开涉及的官员, 大概有接近20个,18至20人左右, 但还有多少在下面震动牵动的人呢? 不知道,这个新闻令人感觉到地震, 我先不从官场地震的层面去看, 先从为什麽在这段时候, 发生在重要经济城市的深圳, 将一些来龙去墨帮大家理顺一下, 好了,现在的消息传出来, 就是因为最近在深圳发生的另一件事, 就是这个深房里, 什麽叫深房里, 是深圳房地产的一个事件, 这件事爆到很厉害, 发现原来深圳的房地产, 比香港当时的炒楼花还更加厉害, 它是演变了很多金融去影响的房地产, 尤其是深圳的房地产在过去12个月, 整个疫情的过程裡面, 深圳的房地产仍然是逆市上升, 是增加14.8%,接近8-15%, 这个现象更加令到北京高层觉得, 哇,习近平已经讲了房屋是要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跟着爆这件事出来, 跟着深圳官场有大地震, 所以连续到整体的形势, 就要跟大家从公开官方的处理, 来看看究竟發生什麽事。 首先讲讲深房里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其实深圳的地方已经很短缺, 即使向两边伸延, 想着连东莞、深圳都想吃完, 但是广东或广州市它当然不想, 因为东莞本来是广州市想立的, 大家都争的时候不让深圳吃完这块肥猪肉, 于是深圳就向东面扩展, 维州等等这些地方全部是深圳盯着, 地产这麽短缺的时候来讲, 深圳就想着在短期裡面它又要调整GDP, 于是在房地产那裡做手脚了, 原来这个深房里这个事件背后, 它就将很多深圳炒房地产的巧妙东西, 先由一位网红, 它自己本身来讲, 它其实来讲一些楼市, 怎样去运用金钱, 怎样可以升值,是一个这样的网, 跟着慢慢形成了一个具体的行动, 到后来现在官方认为有问题了, 就發觉是怎样呢? 就是说一个住宅的物业, 可以将它的业权拆到一百份, 然后有一百个人可以同时拥有这个物业的某一个部份, 即是换句话说, 几万元可以帮手炒房, 成为几多一百份之几的业主, 这些以前香港已经忽然搞出卖楼花出来, 楼都未有,但你预期买的, 那时候是霍英东搞出来的, 好呀,你说行呀,叻呀, 但现在深圳那裡已经發展到, 即是说百分之一的楼宇, 你都可以做业主, 这些是不是变成了金融上的楼市, 大家记住, 国内现在很担心金融裡面出问题, 即是说马云、马化腾那些来讲, 它因为金融行业已经横跨了其他行业, 再加上金融上面是监管很难的, 所以前几年它都发现不到金融 或者网络世界可以抗战得那麽快, 增加那麽多GDP,而且是有高度垄断的, 现在这个心房里那种玩法, 是将这些情况扭过实楼, 是将它变成金融虚拟化, 但是你又没有条件即是没有法律规范的, 所以它就觉得这件事要处理了, 如果从实务角度来处理,我都不反对, 你可能搞乱市场, 可能令到楼市是虚无地膨胀, 我从官方的角度,我都觉得好,你可以处理, 不过我跟大家想分享的是官方究竟怎麽处理 这件案的案中人,这个才是特别, 我们用官方的材料, 它说现在这个心房里事件有关人士犯什麽事件, 用官方的语言,它叫做有关人士去疯狂炒楼, 就是顶峰作案,这四个字才巧妙, 什麽叫顶峰作案呢? 即是如果不顶峰,你可以继续作案, 潜台词是否这样呢? 这个顶峰作案最大的罪不是作案, 最大的罪是顶峰, 即是上级或中央下了这个order, 明知道你们不要这样搞, 但是你们现在顶峰继续做下去, 所以现在要处理你了, 你从公开的宣传等等来讲, 全部是这些内容的,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了, 究竟现在是否因为深圳, 它的做法,包括政府容许的, 做法是违反了北京裡面所讲的, 楼是要来住不是炒的, 而你们我讲完之后,你们继续炒, 还搞到是金融买楼, 好,这一件事最大的罪是你不听怎样话, 是吧? 从这点我们马上想到另一个例子, 就是陕西巡岭的别墅群, 巡岭的别墅群是当时赵乐际, 即是政治局常委, 他是做陕西省委书记的时候搞下来, 而他那时候搞是地方政绩, 但是后来习近平说不行,你这样破坏环境, 民间的解读是其中一个是官方认为压着龙脊, 这些国有的解说,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习近平的意见就是你这样破坏环境, 所以要拆了, 怎知习近平先后六次下了命令, 先后关注六次,甚至说要拆要拆, 那六次没人理他了, 那时赵乐际是走了, 留下在陕西做省委书记、省长那些, 又是赵乐际围络络的人, 而且那些楼已经建好了,卖了,有业权, 突然间要拆, 引起很多业权的糾纷, 所以一直拖了很多次, 从北京的角度, 他说我已经下了命令, 你要处理的了, 怎知你现在顶峰,顶峰才是最顶气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到最后直前落了打, 是找了中纪委的第二副手, 不是找赵乐际, 找第二个副手去处理, 即是跟前面的人无关, 于是便手气都落了, 这说明问题在哪,问题是那些人顶峰, 现在心防你,国内说你们搞到这样我要整顿, 其中一个原因是你顶峰作案, 这反映了中国官场, 大家其实说如果上面吹什么风, 你是懂得进退有道,避一避风头的话, 你可以继续按过去的做法, 你可以继续贪污,继续腐败, 不要被上面捉到,不要顶峰, 引起上面注意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潜文化来的, 所以第一件事,我觉得你整顿市场, 我都真的不介意,我觉得你好, 我觉得你真是可以为老百姓着想, 然后不要令樓炒那么贵, 但是原来你裡面潜伏的意识, 最重要是你不要跟中央唱反调,是吧? 第一点讲完,第二点你再看官方拿出来的内容, 它指责案中人, 它有两种处理的方法, 怎样处理? 包括我刚才讲的市长陈如贵, 中级法院院长曼国营, 还有深圳市监委主任张子兴, 他们的处理是怎样?是叫辞职, 辞职是问罪的其中一个方式, 好了,另外还有其中一些, 譬如好像深圳市的其他官员, 包括了应急管理局局长黄延辉, 包括了商务局局长黄有鹏, 工业和信息化局长贾兴东, 他们的情绪是怎样?是叫被免去职务, 这是两件事, 大家看平时少接触中国官场, 一看全部都要清理, 但再看小一点, 原来前那批是辞职, 第二批是被免去职务, 那究竟是有什麽问题呢? 好了,其实是介绍一些国情, 大家了解这意思, 原来辞职是你自己发觉有问题, 你于是自己辞去的职务, 换句话说,你发觉有问题, 你的行为可能很多人在做, 而你也不知道是犯法或违纪, 所以你便做, 在官场文化裡面, 这个叫罪不责众,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你都是随俗而已, 所以不罚你, 不过这个都是错, 所以你自动辞职, 这一点来讲更加说明问题, 就是现在官方认为错的商业行为, 原来平时是官方容许之下做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做, 做到官方是约定俗成, 大家都是这样,不出事就无问题了, 大家看见现象是这样, 这个才是更严重的问题, 是吧? 现在你说避免去职务那些是怎样呢? 避免去职务那些即是他自己本身有义务, 有个职责去禁止或者去将这类的违法行为是正常化的, 或者是矫正的, 但是他没有做, 所以是反映了那个罪或者错不同级别, 所以后来那批就要被免去职务了, 这裡就说明原来中国法律上, 你说他写得很清楚有多少罪他又要怎样处理, 这是其中一个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问题是怎样执行, 整个过程裡面我们不清楚哪个人的责任是怎样, 但是中国官场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要向上面或者你的保护散能否解决到那个问题, 能否让你的保护散继续保护你, 这个亦是一个潜规则、潜文化来的, 所以究竟现在上面那批人的辞职对不对, 或者是被免去职务对不对, 只能够是官方自己知道。 第三样东西可以看的, 就是他现在这批设计或下台后, 按新闻公布其中有一些来讲, 过去就会提到另有任用, 但是现在这批人没有, 那些人就说这批人将来会问责, 不过我就马上想起另外一些过去的事件, 就是譬如好像毒奶粉案,当时发生在石家庄, 当时至少30万全国的大头BB, 大家就追了, 结果民情洶涌的情况下, 当时石家庄一些官员, 其实不是很高级, 还有生产商负责人,一半国企, 结果下台了,当时同样是没有讲另有任用的, 因为如果用有另有任用这四个字, 即是他不是犯错而下台,他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现在未有适当的职位安排他, 或者他是不是需要退休, 总之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是待罪之身来的, 所以如果是另有任用就是这些了, 现在这批都没有的, 大家就说他们应该试图告一段落, 或者某程度上都是另外一种不惩罚的问责, 我即是想回毒奶粉案, 我就發觉原来即使是没有另有任用几个字, 不等于那些官员是真的问责, 大家再靠当时石家庄那些领导, 过了一段时候, 在另一个城市裡面平调, 虽然问罪的时候没有另有任用, 就以为是要惩罚他, 但原来不是,转到另一个地方就继续做官, 这是中国官场裡面文化裡面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原来中国的所谓问责文化, 它只是讲直接责任, 不讲间接责任, 直接责任就是那件事是不是你处理的, 出了事你要问责, 但作为一个宏观政策的领导, 它没有一件事要上身, 它是一个大方向的指导, 这一个是间接责任, 但在中国政治官场裡面, 没有间接责任这回事, 如果个人都要问间接责任的话, 大家就追到中央, 中央就说你去到哪, 哪个人负责, 大政策是你中央负责的, 如果间接责任这个文化存在的话, 一直追到中央, 大家想想现在疫情那么紧要, 大家就说疫情控制到中央好事, 但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 中央有没有责任呢? 现在不去问,是吧? 所以这一个就说明了, 其实中国官场到今时今日都不是一个制度化的改革, 而是一个选择性的完善, 所以中国官场到今时今日都不是一个制度化的改革, 而是一个选择性的完善, 如果你有选择性的完善而不是制度化的改革, 即是不是真正的完善,不是全面的完善。 这裡就要提到, 我们刚才讲的现在深房理的那种运作模式, 很早的时候深圳以至国内其他研究整体房地产的学者, 已经提过了, 这一个情况其实是三年前已经应该被禁止, 但是没有,现在去到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就说,你要迫着中央出手而已, 如果你不是搞到这样,中央不会出手。 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麽平时那个形势不是那麽紧的时候, 你又会让这些事情继续存在呢? 现在你说它形成对官方管治的危机了, 你才会出手管理?是吧? 过去不止深圳,过去温州去炒房地产, 当时更加是没有一个金融危机, 而是温州人的特点是很团结的, 叔叔说要做什麽事情,即是长辈, 大家钱自然凝聚在一起, 大家炒楼在海外发展, 温州人的力量是很强的,是吧? 但是那时候没有形成危机, 因为大家是真金白银, 把钱交给叔父辈那些人去处理, 现在几万银就可以帮忙炒整顿物业里面的其中几块砖头了, 这才是一个金融危机, 我经常讲怎麽官方在那时温州未出问题, 后来房地产又出现了爆破危机, 你现在才会处理?平时为什麽你不理呢? 这个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好了,另外一件事就是, 现在那种运作模式, 其实是跟中央的大政策有关的, 又赖中央?中央讲到房地产不是拿来炒的, 而是拿来住的,怎麽可以赖中央? 我必须要讲清楚, 为什麽又会继续一构呢? 就是现在北京它的整体经济政策是怎麽呢? 就是要双循环, 双循环尤其是内循环, 因为内循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调节, 外循环你现在还要挖很多子弹, 跟外国去打贸易战、金融战, 所以外循环的因素不是北京可以控制得到, 但内循环它希望能够最低限度, 不会形成内部的经济危机, 所以一讲到内循环的时候, 是否间接形成地方政府裡面的一个指标任务? 主标任务就是要调节目出来, 是吧?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深圳高科技是它第一大产业, 但它其他金融、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第四, 它亦是调节目的一个方法, 你上面有了死命令要调节目, 你看看今年第一季度, 哇,百分之18点多,很厉害, 但我过去都分析过, 首季度的增长是因为基于去年同期的插水, 你现在在一个低的基数下上升, 裡面很多水份, 但从地方政府就要追这些数字了, 所以你去年都没有心防你那些做法, 那便照做,你现在又说它有事, 这一个其实是跟中央的宏观政策间接带出来, 你现在形成危机才去处理, 这一个就讲到中国自己本身一些管理文化的问题。